今天发现这两只赤刀鱼已经开始自己挖坑了 应该是长大了 有领地意识了 它们来到我的家也得有两三个月了 刚开始来的时候很弱小 黑瘦 但是现在非常的健壮 已经长到十几公分了 我发现它们长到一定尺寸以后就开始挖洞 它们喜欢躲在洞穴中 在灯光的照射下 这些赤刀鱼的行动并没有受到影响 这只毛背鱼也穿出来开始捕捉康虾 然而这个光墙对于灯夹雕来说太亮了 所以它们缩在了角落里并没有捕食 当我把大灯熄灭 第一只灯牙雕就冲出来开始狼吞虎咽 这满缸的康虾 所以这是第一只开口吃神的灯夹雕 在它的带领下 其他的灯夹雕也陆续开口 虽然这个灯夹雕稳定开口吃神康虾 但是它的发光器里面的发光细菌好像并没有恢复 它们在夜晚依旧无法发光 这次的灯夹雕很奇怪 它非常的健壮 但是就是不会发光 我猜测这些灯夹雕在渔场的时候就被下了药 然后这些药杀死了它们发光器官中的发光细菌 如果它们是在野外的环境 很有可能还是可以补充发光细菌的 但是如今在人工条件下 没有地方给它补充发光细菌 也就是说它即使开口了 可能未来也是不会发光的 再演演看吧 如果它们真心不会发光 回头我让我朋友从海边给我打点水 再把天然的海水加进去 试试看它能不能从天然海水中获取发光细菌 然后继续发光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好了 今天这个小缸也就更新到这儿 持续观察 保持热爱 我是Frank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